回到电视早餐 周末假期昨天虽然是金曲奖登场的日子 不过在淡水却有一场节能减碳的演唱会 现场不仅请来了环保歌曲的演唱团体及艺人 还有环保议题的歌曲接力唱的方式 要宣导这个所谓节能减碳的重要性 显得更有意义 台上舞者热歌金舞 让周末的淡水河边更显热情 这一场节能减碳音乐会 更请来了环保歌手用音乐邀请大家一块来爱地球 我们都一样有一种漂亮 总有人故障 不知道的还不够环保鼠站 有办理请环保医生跟歌手互动 并且传达全球暖化跟节能减碳的关系 我们为了鼓励大家能够来上环保鼠的绿色生活网 上面的绿网建立个人部落格 来签署节能减碳的一个宣誓 跟身体地形节能减碳的生活 这样的一个部落格的建立 有助于我们的整个台湾地区的环境的整体卫生 已经的视觉品质的提升 在现场还有抽奖节能轿车 以及脚踏车的活动 让抽到的民众简直是乐歪了 15到30分钟就是骑脚踏车 乐外在现场还有绿色节能的展览以及摊位 让民众可以边听音乐边做环保 让这个周末可以玩乐也可以爱地球 这一期新闻张耀影的亮恨特别报导